請收看 為心世界 用心看台灣 全民健康保驗 山高污染世間塵 傷不忍 興奮清淨 夢群老祖法循璇 中華三祖的流泡 滿顏子孫一萬年 各位善信大德 顯示同修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為了要確保全民健康 讓大家更知道保健身體正確的理念 我們特別邀請台灣最優秀各科專業醫師群 來關心大家身體健康的問題 增加健康的專業知識 帶給社會 家庭 每個人都能夠平安 健康 快樂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邀請到的就是 台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中心兒童肝膽肠胃科 吳孟哲 吳醫師 吳醫師 你好 雅琦師姐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中榮總兒童肝膽肠胃科 吳孟哲醫師 吳醫師 是 第一次跟你見面的時候我覺得你人非常的豁達 而且來做肝膽肠胃科這個兒童科一定是非常的適合 談笑風聲上面就可以流露出來你個人的專業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會讓這些小朋友或者是家長 比較沒有那種擔憂的心理 這是日積月來了以後你訓練出來的 是啊 我們小兒科當然是第一個要先讓小朋友不害怕 再來其他伴隨來的這些父母甚至阿公阿嬤 他們的心理或者說如何跟他們聊天 其實比照顧小孩子也都剩餘 也都蠻重要的 是 是 所以其實這個是要學習的 透過日積月來了 可能就是接觸久了大概就知道如何應對 是 然後小孩子也比較看到我們大概就比較不會去害怕 對 有些我記得小時候看醫生 什麼都不用講 開始就哭 先哭 因為害怕不曉得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當你在跟這些小孩子互動的時候 小孩子會很快地鬆懈他的心情 覺得說這只是一個叔叔 或者是一個長輩 那種心態就可以放鬆了 是 是 是 我相信家長也是如此 對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說 你在台中農民總醫院的兒童感染腸胃科 多久的時間 個人大概從事兒童感染腸胃科工作 大概有十多年的時間了 是 這十多年一定有相當多的經驗 但是我們常常在說 身為人母過了以後總是有一些經驗 有人說如果看到你家的寶寶在那邊很安靜 或者就是說覺得他今天的精神神情不太對的時候 可能這個小孩身體上可能有一些問題了 我相信你們做醫生的大概也知道這樣子 因為這個小孩可能本來活蹦亂跳的 是 是 但是有時候也是家長反應過度 尤其你在這種兒童感染腸胃科 一定是看了很多的科目 大概這裡面涵蓋了哪一些 感染腸胃大概就如同我們主持人說的 其實不只是腸胃還有肝膽 就像我們成人科我們成人腸胃科也會看我們的肝臟 看我們的膽道的問題 所以還是有很多一些先天後天的這些肝膽的問題 或是急性肝炎或是慢性肝炎 還有一些膽道的一些甚至膽道閉鎖 膽道結構的一些問題 會在我們兒童腸胃科照顧 那當然另外一邊除了肝膽以外 再來就是我們腸胃道 我們知道腸胃道從嘴巴到肝門口 再加上中間還有很多一些消化器官 胰臟 脾臟等等這些 事實上這些都在我們一個消化系統的範疇 那再來就是我們肝膽成為 也非常重視兒童的營養 也就是說小朋友一個成長發育 這些也是我們照顧的重點 也就是說它可以說是涵蓋肝膽 腸胃甚至營養 這些層面在裡面 不過我有一點不太明白就是說 小孩小孩子這麼小 肝膽的問題是怎麼來的 肝膽其實很多有些是先天的 然後有些當然是後天的 譬如說先天是結構異常 譬如有人長一個腫塊在裡面 譬如擋到囊腫 還是說在一歲之內長一些惡性腫瘤也有可能 或者是說它本身譬如有一種疾病叫膽道閉鎖 還是一些新生兒的一些肝炎 都可能在我們出生的幾個月之內 因為黃膽 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就來求治 那再大一點小朋友 其實還是很多各式各樣的肝炎 還有包括我們的國病 A肝 B肝 C肝 這些我們都還是會去遇到的 所以肝膽也是同樣有一些值得大家注意的 因為它或許沒有什麼 就像它沒有神經 所以是無聲的器官 但是一旦有症狀 往往都是非常的還是蠻讓人擔心的 所以說這些的問題還是存在的 對這些也是屬於我們兒童腸胃科的一個範疇 不過我們今天真的很難的邀請到我們的吳孟哲醫師 在這兒童的肝膽腸胃科裡面 今天我們首先要來談的就是兒童腹瀉的問題 這個腹瀉的問題 為什麼它是我們兒童急診中心裡面最常見的問題 應該是說我們整個兒童腸胃科裡面 最常見的大概就是腹瀉 因為我們知道大家反舉這些感染造成的 比如我們磁壞肚子啊 或是不管是病毒或是細菌感染 其實很多家長大概在照顧小孩的過程中 一定會遇過這樣 它突然大變質地變稀變軟了 跟以前不一樣了 然後甚至有著伴隨發燒脫水 甚至更嚴重這樣子 那這個本來就是我們最大眾 就像我們如果是呼吸道 我們說感冒最多 那腸胃道當然 我們當然是這種腹瀉也是最多的 腹瀉也是排的一個 也就是腸胃炎 腸胃炎這種感染性造成腹瀉原因 還是最大眾的 是 有一個朋友的小孩啊 就是因為呢 就是六個月 他就必須要去到悠悠中心去上課 因為他的父母親都在上班嘛 可是呢每次去的時候 老師當然就是給他很安全的地方 可是這小孩開始會爬的時候 常常都是要去看醫生的 不是感染到的這些發燒啦 或是病毒啦 就是肚子拉得很厲害 是 這個跟他的環境有關嗎 我覺得倒是說 不見得是說會爬之後啦 而是說你到了一個 譬如說到 陀螢中心 或是很小就去上悠悠班 因為這就是好像抵抗力在訓練嘛 是 今天你到一個譬如要上學了 一下子這麼多小朋友在一起 是的 那其實小朋友之間就可能有一些傳染 那真的是在挑戰我們的抵抗力 是 那你剛好六個月的時候 我們抵抗力最弱 如果太早送去 譬如悠悠班或是說幼兒園的話 抵抗力還沒有建立起來 那他遇到有時候同學有一些 也許他沒發燒 可是他是有些病毒 是 不管呼吸道 腸胃道 吃到摸到或是接觸到 不管大家聽到的這些什麼 腸病毒 倫狀病毒啊 這在流行的時候 他們就很容易 也會跟著就是流行 或是跟著就拉肚子了 所以常常聽到媽媽說 到這個悠悠中心去的時候 幾乎每個禮拜的 那好了以後又來 好了以後又來 那無可奈何 大家都要上班嘛 所以這個小孩真的受罪 對 所以說營養很重要嘛 你如果把本錢養夠一點 你也許抵抗力就會好一點 是這樣子嗎 因為抵抗力跟我們營養有關 如果你真的體重太輕了 那你去一天到晚去 就發燒脫水就拉肚子來 那你體重真的會增加的很差 那這個其實都 在訓練抵抗力的過程 你當然一開始去會很容易生病 但也許你到了中班小班 大概就又比較有抵抗力了 所以真的是抵抗力的問題 倒不是說一定說是哪裡環境怎麼樣 當然因為都是在小朋友密集的地方 或是說當然難免就是會有一些交互感 有一個問題我相信很多人就會講說 我們現在要談的就是腹瀉 腹瀉的定義 有些兒童的腹瀉定義 醫生是怎麼樣來定義的 請您來告訴我們大家好嗎 好 比較簡單的定義就是說 我們的大便的質地或是次數 譬如說它跟之前比較 譬如之前的大便都很成型 甚至整條的 突然之間變稀變水了 那再來就是次數 通常我們定義是一天如果超過三次以上 24小時 就算腹瀉嗎 我們算腹瀉 當然最重要還是質地 最重要還是質地 質地就是說看它的糞便是吸的 或者是它有成型的 應該說它變得很水了 很水 那通常這種腹瀉有時候一天甚至十幾次以上 所以它量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在應該說操作上的定義 叫每天每公斤在嬰幼兒超過10克的量 可是事實上這個定義很難去 這個要怎麼 父母親怎麼去量啊 沒有辦法 對 所以因為尿部都混在一起 是的 所以大便小便就沒辦法呼吸 那個是說譬如有人在醫院有貼尿袋 或是放尿管的時候 是的 才有辦法呼吸 所以我們跟家長講大概就是大便便吸便水 然後次數變多 一天變得可能四五次 對 可能更多次 那甚至有的它還搬水很多嘔吐啊 甚至大便有血濕 或是裡面有些像鼻涕一樣 這種連液狀的 那有的怕是遇到一些 比較嚴重的一些細菌感染 都比較嚴重的複血 所以定義上它蠻簡單的 就是看質地 次數 然後你能去顧那個量 當然沒辦法那麼緊 但還可以知道這個跟平常不一樣 是是 所以說真的現在當媽媽不好當 你還要了解她所排便呢 她的質地還有她的次數 還是不簡單 如果是上班的人 交給阿嬤帶的 那就辛苦啦 可能以前就是這樣嘛 大肚子就隨便吃個藥啊 就這樣子得過且過也過了嘛 關關難過也關關過 但現在不一樣啦 醫生又這麼方便嘛 不過說方便是方便喔 有些家長還是時間拖延太久 其實也不好 如果像她次數很多 一直拉肚子 那沒看醫生 這會影響到小孩什麼樣的結果 這個當然是有時候 當然如果只是一些病毒性的藥物 因為她一下就過去或許還好 是 但是其實如果遇到比較嚴重的 有時候甚至有生命危險 嚴重的脫水太嚴重 甚至有的會也有一些休克的可能 還是說遇到一些比較頑強的細菌 譬如說一些比較毒的一些什麼沙門氏菌 還是一些比較清晰性的這些 有些綠龍桿菌等等這些 有時候還是會有一些腸子破掉 甚至拜訓休克的危險 是 但是最常見最常見遇到的危險 就是脫水 其實就像主持人一開始講的 小朋友精神活力跟平常不一樣 其實這就要注意了 當一個小朋友脫水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表現就是這樣 他精神活力變得不一樣 或者是說他開始不吃了 甚至嘔吐了 那當然他脫水的比例就更大 因為再加上吐 再加上發燒 再加上一直在拉 所以他脫水的量就非常的大 一個小朋友如果10公斤 脫水這樣的量一直拉 一直吐 幾天就乾巴 不用幾天 10公斤就變成7 8公斤 那個已經都是超過 我們講中度以上的脫水 是 所以家長不要說 拉一拉就好了 小孩子其實不一樣 就像我們剛剛吳醫師說的 抵抗力太弱了 免疫功能太差了 幾公斤拉一天 可能就消掉了兩三公斤去了 這個對小孩的身體很不好 不過再來提到就是說 我們這腹瀉的問題 有什麼是急性的腹瀉 什麼又是慢性的腹瀉 好的 急性慢性腹瀉 我們的定義是以14天為界限 14天 如果14天以內我們就叫急性腹瀉 如果兩個禮拜以上我們就叫慢性腹瀉 你是要等他拉到14天呢 還是他的情況一直都是持續的 持續的超過兩個禮拜 就算慢性腹瀉 是 那慢性跟急性有什麼樣的 他病因可能不太一樣 急性當然最多是感染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病毒 細菌 當然機身蟲性還比較少 忽然感染到的 對 急性感染到 那慢性他原因就比較多 是 但有一部分他裡面很大眾也是急性之後 沒有完全改善 造成裡面的一些營養沒辦法吸收 這種有時候也是急性之後引起的慢性腹瀉 是 但慢性腹瀉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包括甚至我們講 有些是一些乳糖不耐的體質啊 甚至有些人是不是還有一些其他疾病 是 譬如也有人肚子長腫瘤的 是 譬如有人肚子長腫瘤 一種神經母細胞瀉啊 它會刺激很多一些 一些刺激腸子蠕動的一些 像荷蒙這些東西 是 所以導致他腸子動得很快 就一直會用慢性腹瀉來表現 是 那甚至在有些大一點的小朋友 他慢性腹瀉是有原因的 他有一種叫發炎性腸道疾病 我們講的這種像大人 有一種叫克隆士症 或是潰瘍性大腸炎 他們都會用慢性腹瀉 甚至伴隨血絲黏液來表現 所以慢性腹瀉跟急性 第一個傷害病因是不太一樣的 是 再來的話重點照顧的方向也不一樣 如果是急性腹瀉 所以我們在意的是要處理脫水 小孩子最重要就是不能脫水 那慢性腹瀉變成說 我們要注意小孩子的營養 因為這時候營養 你再沒有注意就會發現他成長出了問題 體重突然就掉到谷底了 是所以說其實這些小孩 醫生如果到這些人到門診的時候 你一定會說寡顧啊 時間多久了 對 這個你要來判斷了 什麼時候發生了 時序多久了 或是說一天的次數還有那個量 大概都是我們估計的 沒錯 記得我感冒看醫生 醫生也會說幾天了 我想他幾天前怎麼怎麼延誤了 我以為他是要做什麼 原來就是一個判斷的一個標準依據 那像您剛剛提到的沙門式的感菌 還有濾濃感菌 這些是怎麼來的呢 一樣是病種口入的 因為我們這絕大多數還是吃進去的 譬如說有時候沙門式菌就是很多一些 我們講這些 一般以前我們說就是生的一些東西 或是有人說蛋殼上有一些什麼這些 剛好就有吃到 還是我們有時候料理生食 又料理小朋友的奶粉 在這過程中有時候就有感染 大人的舒服 因為沙門式菌其實它會在環境中滋生 尤其是夏天像我們這個季節 天氣比較熱的時候 細菌滋生都蠻快的 所以你病種口入就有機會 不管細菌病毒都是 最大多數是從我們吃進去的 所以你剛剛說天氣熱 小孩子腹瀉的情況也比較多嗎 這要看哪一種感染源 如果是細菌的話 那當然是也許夏天多 因為畢竟我們大家都吃生冷的東西 或是說夏天這些細菌就會自生 像我們吃生菜沙拉什麼的 這個也有可能嗎 當然就是看你在料理的過程是不是有感染到 如果沒有感染當然也不會 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有抵抗力 所以未必這麼脆弱的時候 吃到一點點就一定會發病 但是可是病毒來講是秋冬多 或是說秋冬甚至到春天 譬如說像輪狀病毒啊 是 諾羅病毒啊 這類的病毒感的話 就是冬天會比較活躍一點 是 但是因為我們在我們台灣這個 亞熱帶氣候 其實有時候夏天冬天也沒辦法分得這麼清楚 對啊台灣有一天四季要怎麼分 所以夏天一樣有輪狀病毒啊 冬天一樣會遇到沙文氏菌 是是是 這就不是說一定什麼時候 只是傾向來講還是有一個季節的差異 總說一句話就是說 對這些怕病毒感染的就是 衛生習慣要做得好 而且家長也是一樣 就是家裡的人有時候看到小孩很高興 我就知道抱他 可是他身上可能有感染這些細菌不知道 那抱了小孩可能牽著他的手 他又自己咬他自己的手 就丟掉啊 這麼講了 難免 真的難免 所以當然是大家都是要做好這個洗手 譬如像有些 有些病毒還真的不是說 我們那個酒精消毒就能夠殺掉 是是是 輪狀病毒 它真的要是要靠洗手液多洗手 是 譬如我們有時候用那個酒精噴一下 那個其實都殺不了我們輪狀病毒 但是那是安心嗎 是沒錯 但是他有的病毒 像輪狀病毒 乳酪病毒都是 還有腸病毒 這些都是沒有辦法靠乾洗手液去洗 是 但是小孩如果說像長長拉肚子 跟他的遺傳有關嗎 會有關係嗎 如果有些特別的疾病 譬如說他本身的一些酵素啊 缺乏 當然就是會遺傳的 包括我們東方人很多人會乳糖不耐 這個也會遺傳 如果你父母也有乳糖不耐的話 你的孩子可能還是也有這個機會會出現乳糖 這個乳糖不耐症 如果以大人來說的話 譬如說我的母親喝鮮奶的時候 就會拉肚子 對 那我現在可能也遺傳到她的體質 我只要喝鮮奶我可能脹肚子 對 還不到拉肚子的程度 但是看你配合什麼東西吃就會拉肚子 這個也會影響到你自己本身 親生的小孩在身上嗎 小孩也會得到嗎 會 這個是會愁父母遺傳的 但是這個問題不困難解決吧 頂多就是我們這個乳製品多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以前是以農曆國的 如果以農曆國的國家 基本上我們乳糖不耐的人就比較多 那如果你是在以牧曆國的 那北方 永牧民族 他們祖先都是吃喝奶的 所以他們就比較少乳糖不耐 那在我們東方就比較 或者台灣也很多人都是以農曆國 大部分就我們祖先如果是以農的 大部分就是多多少少會有這麼一點 會有 如果說你說以牧曆國的話 那麼他們如果就乳糖不耐的話 他完全沒東西吃了 對 所以他們自然就會眼花上 就慢慢就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是 但是問題不困難 其實你有人喝鮮奶不行 喝幼兒乳就可以 幼兒乳裡面有發酵過 醫生菌會把乳糖變少 是 對 那再來或是有人吃飽酒乳 也不會像鮮奶之餅 是的 是的 對 沒錯 對 所以這個就是 表示它那個成分裡面 乳糖會比較少一點 那也許你只是不耐 會不會表示完全不能吃到 所有的奶之餅 是 混亂一脈是更遠 山高忽然是漸塵 傷不忍心的心境 紅菌老鼠發旋旋 我像這個小孩呢 他會常常拉肚子 也不是什麼感染 就是好像習慣性的這樣子 偶拉一下的時候 對 醫生你會建議他吃什麼東西 會比較好一點 食物 偶爾拉一下還是要找原因 還是要找原因 看看什麼原因 是 譬如有一種是叫做 我們學不起的腹瀉 那個是正常的 是 所以許在一到三歲的時候 他就是一天吃素 可能就不止一次 兩三次 但是長得很好 成長得很好 發育也很好 是 那當然也不會有什麼發燒 或是那些危險的症兆 是 那這種有時候就是有點像我們大人 腸造症 他蠕動比較快 是 有一緊張就拉肚子 這個是另外一種功能性的腹瀉 那 或許只要稍微調整一下飲食 會不會說他 有些人是喝比較多一些骨汁 或是含糖的這些飲料 是 那你稍微限制一下 也許他飲食調整一下 就可以改善 這種大部分 長得很好 那些我們都是屬於是 比較屬於功能性的 是不用特別在做治療處理 那為什麼有一些已經都拉肚子了 還要伴隨他呕吐呢 會 其實很多一些感染 包括輪狀病毒 諾羅病毒都很會吐 是 他一開始我們講上吐 接下來變下腺 是 當然吐不只是腸胃炎 還有很多疾病要排除 是 但是伴隨呕吐是很常見 尤其一開始 常常第一個跑急診 也是因為他吐得很厲害 吐到沒辦法吃了 是 那所以也就會脫水 是 所以這時候才會打上點滴 給他足夠的水分這樣子 是 所以父母親他自己要判斷 他是不是脫水 小孩子他有什麼樣的表現 其實表現很多可以讓我們觀察 剛才主持人講的活力 這一定很重要 對 再來我們會看到 怎麼小便變得比較少 或是 不管小baby你覺得尿部 今天換得比較少 還是他尿部變深變濃了 那再來你可以看他嘴唇 甚至有些人嘴唇就有點乾裂了 甚至嘴唇就乾乾的 是 那甚至他有的人甚至到嚴重一點的 有人甚至眼眶也會比較凹陷 是 在小一點小朋友他有一個性門 在我們頭上有個性門也會凹陷 就是這個我們說寧彎宮的地方 對 前性門的地方 是是 那甚至有人到怎麼覺得 小朋友都哭都沒有眼淚啊 是 那甚至我們去拉他的皮膚 就發現他皮膚已經沒什麼彈性了 那如果你真的再去看他心跳 甚至連心跳都變得很快 是 呼吸都變得有點不太一樣的時候 是 那你就要趕快評估一下 他是不是有脫水的疑慮 是是 因為不要小看這樣腹泻 每次腹泻我們的量都是 五六十CC是一百CC這樣拉掉 連同水分都一起帶長 對對 再加上他又因為這樣肚子不舒服 他一定沒有吃 甚至吐 所以一下子就好幾百CC 一天的量是很可觀的 是是 再加上小朋友體重往往十幾公斤的小朋友 他經不起這樣子一個腹泻脫水太厲害 他就會變得好像病炎炎的 是 甚至是四歲 是 這就是我們要注意的 是 所以我想請教吳醫師 兒童腹泻 我們在醫院裡面治療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治療重點其實就是處理脫水 但是事實上在很多家長還沒來到醫院之前 他們其實也可以處理這一部分 怎麼處理 譬如我們就講說 如果他還沒有吐得很厲害 或他還有辦法喝的話 那我們可以給他一些口服電解液 所以這口服電解液就是一種 讓他如果他能夠這樣少量多次的喝著口服電解 或許他就不用用到打點滴了 那這種 口服電解液哪裡來 大部分我們可以去一些 也許是醫療用品店 或者說應該大部分的這些複印用品店 大部分都有 就是這些藥局都可以買得到 對 不過這邊要提醒一下就是說 其實有人會以為說 那喝酥泡可不可以 是啊 我剛剛就在問你這個問題 運動飲料可不可以 通常我們就比較不建議 不建議 因為運動飲料這些 它裡面含糖的分量比較多 那但是電解值比較不夠 是 因為我們脫水有一部分是水分不夠 一方面是電解值會非常不平衡 尤其是鈉離子 那因為現在我們這運動飲料的電解值 大概都不到我們這個建議的這個鈉的標準 所以如果我們試驗運動主持建議 我們大概要45到75個毫單量每公升的鈉的話 他們裡面成分大概都只有20上下 如果你甚至在稀釋那就更少了 然後再加上糖分多 因為糖分會造成我們一些滲透性複色 所以這時候你反而用運動飲料去給它做一個口服電解液會比較不適合 所以建議可以在家先試個口服電解液 就是當務之急 對 然後再趕快到醫院去 對 其實腹瀉一定有很多原因的 對 那等到我們不讓它來醫院之後 我們先術液治療 解決它脫水的一些問題之後 那事實上這時候我們要鼓勵它能夠盡早的開始餵食 其實事實上鼓勵它慢慢的再恢復原來的飲食 那只是說在飲食上有些我們必須要注意的 譬如有一些小朋友他真的這時候就沒辦法吸收 吃不下 對 或是沒辦法吸收乳糖 那當然在一些很小的小寶寶 或是說真的五歲以下比較嚴重的小寶寶 有時候我們也會用五乳糖的配方 那如果大一點小朋友或許你就是可以少喝一點奶製品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喝母奶的小朋友其實是鼓勵繼續餵母奶 因為母奶裡面還有很 雖然它也有乳糖 但是它裡面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抗體 還有很多促進我們腸道恢復的因子 是 所以現在的概念來講不會說拉肚子就不能吃東西 是 而是在它把脫水處理之後 開始要慢慢的試著去進食 這樣它腸道恢復會比較快 是 可能一般我們大人成人的話 拉肚子我暫時不吃了 因為我拉肚子再吃還是拉不吃 可是小孩子他畢竟體質還很弱很小 對 還是要有營養的補充就對了 沒錯 有營養反而腸道恢復比較快 是 所以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會告訴就在你的藥裡面 加一些他需要的東西了 對 那如果說講到藥物的話大概也有幾類 當然就是有些藥物會讓它大病比較成形 是 或是次數能夠比較少 比較收斂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一些 預防脫水 對 止血藥還是會給 那少數我們還有一些 我們講說益生菌 是 益生菌就是說它事實上也是有文獻 確實有實證告訴我們它可以縮短一些蛀眼添數 是 不過當然是某些特別的益生菌 是 那當然大家可以去斟酌使用 是 那最後真的如果遇到非常嚴重非常嚴重的這些 細菌感染 或是他已經敗血症 附魔炎 那就嚴重了 那當然我們除了給它大量的這些 積極的疏癒治療以外 我們還要給它適當的抗生素 不過絕大多數這些我們講的 剛剛這些病毒性 細菌性 其實大部分是不用用抗生素 是的 那唯一就是遇到一些病發症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 是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難得邀請到我們 台中榮總兒童醫學中心的兒童肝膽肠腸胃科 吳孟哲醫師跟我們談了這麼多 其實他就是一樣的在關心我們的小孩 或者是我們家的孫子 所以說帶給家庭平安 小孩也很平安 你的日子就過得很快樂了 今天謝謝吳醫師來接受訪問 謝謝 祝福您 謝謝主持人 同時也感謝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正母子 正母都尋病 正母曾經 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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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